肥猫的智商只有50 被家人抛弃后 为填饱肚子去和狗抢食物 今天虎将带来的这部电影叫做 《肥猫流浪记》 肥猫的妈妈是村里的五牌小贩 她从小跟在妈妈身边 经常看着妈妈被驱赶 所以她对警察非常憎恨 后来妈妈得了重病 去世前她骗肥猫说 爸爸其实没有死 只是去了旧金山卖鸭蛋 这样才能让肥猫有了继续活下去的勇气 从此她开始在村里卖豆花为生 但村里的流氓经常来欺负她 这天流氓又找上了肥猫 嘴里还说着侮辱她妈妈的话 她一气之下 拿起刀就朝流氓挥过去 差点把流氓给杀了 警察刚好在这时赶到 还看见肥猫拿着刀 虽然情有可原 但她还是被判了杀人未遂 但因为她是中度弱智 所以被关进精神病院服刑 三年后 肥猫刑满可以出来了 但是没有人接她 所以她只好一直待在医院里 在医院的日子 她也经常被欺负 病友们假装和她玩 实际上是想捉弄她 福利院的小美接到任务 来医院看望肥猫 她发现了肥猫的艰难处境 被病友欺负也就算了 就连医院的医生都威胁她 不要乱说话 但肥猫其实很善良 小美和她接触了一段时间后 就想接她出去 于是她回去说服领导 为肥猫申请了收容所 可收容所里的人也不友善 一个脾气暴躁的大叔 和肥猫住一间房 第一天晚上 肥猫就被她吓得躲到天台上 小美给她带来了盒饭 她吃着吃着就想起了妈妈 于是忍不住大哭起来 第二天 小美带她去给妈妈祭祀 肥猫告诉妈妈 自己生活得很好 然后还唱起了 世上只有妈妈好 小美在一旁看着肥猫 心里也是感慨万千 随后他们去吃了米粉 吃饭的时候 小美去电话亭打电话 肥猫为了追一只鸭子跑到马路上 这时正好来了一辆货车 司机看到肥猫立马躲闪 却撞上了电话亭里的小美 而肥猫对此毫不知情 还帮一个大叔找到了丢失的证件 找不到小美的他 一直在原地等着 他看见一个跑上船的身影 很像小美 于是肥猫也跟着上了船 开船后他却发现 那个人不是小美 船主抓住他买票 但是肥猫没有钱 还好丢证件的大叔 也在船上帮他付了船费 但大叔也怕被肥猫缠上 于是趁他睡着的时候 偷偷下了船 等肥猫醒来 他已经被带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肥猫开始了自己流浪的生活 他把包里的干粮吃完后 就捡祭祀的食物吃 这天 饿着肚子的他 走进一户人家和狗抢饭吃 却发现这里竟然是大叔家 肥猫一看是认识的人 就赖着不走了 大叔是个无儿无女的老中医 他看肥猫可怜 于是给了他点吃的 肥猫不记得自己的家在哪 大叔又给他提供了睡觉的地方 而肥猫也没有闲着 他会帮大叔打扫家里的卫生 跟着大叔出门采药 大叔也曾想过把肥猫甩掉 但他看见掉进水里的肥猫 湿漉漉的回家 又觉得于心不忍 大叔开始习惯有肥猫的陪伴 肥猫就像他的儿子一样 大叔脸上的笑容 也逐渐多了起来 这天 肥猫发现 隔壁的房间有音乐传来 但他又看不清房间里的人 大叔告诉他 里面住着的是一个 一考失利的音乐生阿祖 阿祖的母亲每天都来给他送饭 但他从来没有开过门 母亲很难过 但也无可奈何 肥猫每天都在阿祖窗前 给他加油打气 这天 他又来到了阿祖家门口 看见了送饭的阿祖妈妈 肥猫安慰他不要太伤心 阿祖在房间里也听见他们的谈话 内心很受触动 慢慢的 阿祖因为肥猫振作了起来 于是他在村里建了一个教室 教小朋友们唱歌 还带领大家把村里的桥修好了 另一边 小美车祸醒来后 就一直在找肥猫 他跑到警察局报案 可是没有一点线索 小美没办法 只好自己寻找 这天 他无意中在电视上看见了肥猫 肥猫这时正在参加村里的祭祖大典 于是第二天 他就来到了肥猫所在的村子 但肥猫却对他很生气 原来 肥猫认为当初是小美抛弃了他 他愤怒地跑了回家 大叔也气不过 他试图轰揍小美 小美费了好大的功夫 才终于说服了大叔 他让大叔带肥猫先回警察局消案 再办正规的领养手续 就在小美准备带肥猫离开时 肥猫却认为大叔也要抛弃他 他跪着大哭 这时寻找肥猫的警察也干到了 但警察可不想听他说那么多 拉着他就要把他带走 由于对警察的恐惧和憎恨 肥猫彻底崩溃 他跑进房间关上大门 却夹住了警察的手 众人这时合力撞开大门 肥猫却被推倒 撞到了柜子上 柜子上的东西全都掉了下来 砸在了他的身上 肥猫失忆了 他又被带回了精神病院 大叔来医院看望的时候 对肥猫激动的大吼 把肥猫吓得瘫倒在地还湿尽了 只是嘴里还依旧在哼着 世上只有妈妈好 肥猫的生命充满了悲剧色彩 如果我们每个人 都可以对肥猫这样的弱势群体 多一些关怀和帮助 那他们的命运 会不会因此改变